天气越来越热,皮肤也感觉越来越油 一旦出现的粉刺也是许多民众的困扰 不但可能错误清洁控油 导致毛孔堵塞或化学成分渗入 让粉刺体积加大,导致代谢困难 小整与青春痘的发炎状况接踵而来 其实不管是皮肤变暗或粉刺变多 都是角质堆积的现象 而角质堆积都是因为 你的油水不平衡 或者你的酸性保护膜缺失的关系 这个又跟你的过度的清洁 然后过度的洗涤,过度的控油有关 民众常见的黑头粉刺 往往是张空气与粉刺的结合 而白头粉刺则是角质覆盖毛孔过后的现象 当油脂分泌越多越想清洁 过程可能因为细菌或刺激 导致出现浓肚表现 正确的洗脸 不要把脸洗得太过分 然后给它安全的油脂 然后安全的水分 安全的凝胶 然后之后用安全的面膜 泥膜类的产品把它拔除 这样你又可以重新的恢复你的 皮脂腺的通胀 汗腺的通胀 然后可以确保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明天仍然有效 因为你自己出油出水 你的酸性保护膜是自建的 不是外来的 想清楚粉刺 皮肤科医师建议 不能只想控油抗痘 建议选用对皮肤无刺激 能够顺上代谢的安全油脂 或保湿滋润产品 进行滋润水盒 在角石栓重新乳化润合后 轻轻按摩皮肤 让油水平衡正常乳化 在代谢粉刺同时 皮脂线顺利畅通 也还给皮肤更强的防护力 TDN生活中心撰合报道